你想想要多絕望才可以做這些東西 首先你身 四等公民 你知關乎是一隻謀財害命的Gatman 課完金又課乾 結果竟然比不上一隻海豹仔 平時潛水 一出來就曬 我不是要你給你一顆魚蛋 我是要他把那顆魚蛋掉 新卡出了? 抽到有 是教機率的 我不知道他是還給數學老師 還是體學老師教的 我覺得你是非常理直器重 可以吵他媽的 阿中村又一多 我們的朋友 相對剝奪感 人家的感受不是社會科學 只有1-2%會中大獎 但街頭的氣就會順滅 你依然可以反悔 但你的帳號沒得回頭 凍土三尺飛一一之汗 好運還是不好運? 有什麼好咬呢? 完全你教了些人為何會成經線突然斷了 不用我教你怎麼搞活動 送東西被人罵都被人吵 奇聞 好 歡迎到forma channel 又是我來開場 我是末日 我記得 我們這個channel叫Otachannel Otah是Otah Google Otah 顧名才是一個宅專門的頻道 雖然我們的題目不一定完全限於ACG formaDiscop審查館開了 網址上資訊欄 請多來光顫 我們等你大家光臨 今次為何又是我呢? 因為我們之前的習慣來的 我們講到Online Game 一定有Patch的 今次是6.5 姑且叫做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剛剛我們這次錄完6.0 那頭就出了這麼爆的新聞 我覺得可以拿出來再說多一點點了 笑話是一個 送東西被人都被人吵到返艇 也算是被炸了 圈外人體是絕對一個笑話來的 親力的人就真的笑不出了 首先你以身 四等公民 那什麼事呢? 就是關波飛南航線 說笑而已 他搞個週年活動 他就送抽獎卷 就是有些像台灣人 你比較熟悉 就是統一P號隊長 就是你每人有一張票號 然後 尾N號 他跟公布的號碼一樣 就會中獎 那就完全想和他送頭獎 類似什麼 不過他只有三位數 分1,2,3,4,5,6,7 好像7級 不要緊 大家知道頭4級就可以了 其實現在每天都有一張 他開獎的時候 當然正常 就算是普通開獎都好 一定有人歡喜有人仇 但是呢 就算嚴上了 為什麼呢? 我先說他頭1,2,3,4獎 具體有什麼呢? 說了你也不明白 如果你不是圈內人 如果你是圈內人 就像我這四等公民 我不用說 你也知道什麼事 簡單說就是 1,2,3獎 價值都是約略於 10萬日圓 左右的現金 約略是值10萬日圓的 而4獎呢 1000日圓 差不多 可能1000都不夠 兩個金月 我真的不知道 應該算是幾千 今月就是指你 重複SSR裡面 最高的SSR 就會給你一個金月 而前面那些 就算是三獎都好 都只剩150個金月 撐他就撐到這個程度 舉例 這次四個獎比例的差別 以FG的說法就是 一等獎 任選補五星蟲者 二等獎1000石 三獎 任以禮裝蟲者任選 四等獎 騎之輝石 接著 馬良就 一等獎 一等獎 六% 任以滿博SSR或三星 負正九星恩至總馬 二等獎 五萬的回合白 三獎 任以SSR或三星 四等獎 十個武朱石 差不多 一等獎 時裝自選 三獎 寵物次選 四獎 野獎成三 這個有點變了 一般來說 一百抽 理論食 就會出四到五個金月左右 大家理解了 因為他基本上 應該是保底四獎 我不是非常清楚 但我好像沒有見過 四獎都不中 除非你得任數不夠 好了 一二三獎的數目加起來 據說接近一半人 然後有一半人 只有四獎 在這個差距這麼大的情況下 你就會變成 有一半人 就是高級人種 有一半人 就是低級人種 大家心情很不平衡 其實類似的玩法 關波第一次玩的 都是CYGAM 其實之前在CYGRO CGS 就是手機班 其實已經玩過了 已經玩了好幾年了 一路都相安無事 就搬來去關波 馬上出事 我覺得精結就在於 因為一二三獎的人數實在太多 一半人有一二三獎 而一二三獎的差距其實相當地少 但是去到四獎 就差很遠 呼姑娘那邊為什麼沒事呢 就是她的梯階 有一個恰當的大獎 第一階就很豐富 但基本上不會見到有人有的 整個遊戲加起來 只有十個人 八個人的程度 整個遊戲幾十萬人玩 只有十個八個種那種 後面二等獎就是 限定SSR任選 再下就是SSR必中卷 再下就是SSR以上 總之就是 雙差就 一路慢慢 情等比下降 而玩家抽中的數目 也是很極端的 即是大部分人 其實都是三四獎 幸好就是三獎 有張必中卷 差一點的就沒有 十張八張單抽卷 配一些SSR任選 相對之下 大家的戲又反而距離一點 她最愚蠢的就是 一二三就太大方了 大方到有一半人中了 結果就是 很多我們這四等公民 統稱四等民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人了 中村又一多我們的朋友 都是我們的同伴 中村又一多 中村又在那裏出席 說她中三個四等獎 我兩個就丟了你 那就算了 現在最另一件事 就是欺人爭 有些人 只是沒有東西登入 中一獎 接著她又是課的 中四獎 這個就 這件事是正常的 一件事就是 你的一獎和四獎差太遠 接著 你的安慰獎太安慰 重貨的 大佬 你重貨的 平時根本不玩 只是玩 哇 有些不是路 那心態嘛 我也是平時不玩 我也是四等公民 承回前面上一集 我們講過了 就是CY Games 其實一直都有 有什麼嫌疑 就是重貨調低命中率 然後輕貨調高的命中率 令到總合平均 都是6% 令到你不可以用海量數據 去說她出貓 因為全部人加來 都真的是6% 其實很簡單 首先 你當初1、2、3等獎模式 那麼高就沒事了 如果你其實只有幾個 比賽中大獎的話 大家不會那麼不滿的 相對剝奪感 我們很久之前說 《大陸天的遊戲》 大概這個東西了 就是她有 我沒有 重點不是我沒有 而是她有 即是王子華魚蛋論 為什麼她有魚蛋 我沒有的 究竟魚蛋論 現在這個是擺明的 其實最終就是魚蛋論 人家就一車魚蛋 我只有一顆 還要是抽的 這件事其實 如果你沒有那麼重龍的要素 或者沒有古戰場這類的東西打的話 大家可能都沒有那麼理會 就是 那些重貨 花了一年 大半年時間 才龍到一件這樣的東西 你跟我說一夜抽到 我這條戲很難不相信 還有就是 新手每天登入的 突然間是王子華魚蛋 然後老手龍的 你現在不是說 你可以打古戰場 打排名那些東西 一有這些排名借 一有這些東西鬥的話 那這些差距就很明顯的 沒有就很好的 例如FGO 我抽不到奧帕龍 你抽到奧帕龍 沒有關係的 反正我沒有影響遊戲性 我沒有跟他打比賽 沒有報章也沒有輸 但你有了 高分一點 有了你打排名高一點 那就抽了 大佬 以我所見 其實大部份人都不是 真的那麼在乎這件事 主要是在乎 我很努力 然後我的努力 跟沒有分別 無論是課金還是課金 你知道關乎是一隻謀財害命的game 要課金之後還要課金 課完課金又課金 結果竟然比不上海豹仔 所謂的海豹仔 就是平時潛水 一出來就是曬 就叫海豹 那些海豹仔 一下子就拿得到 然後燒到黏 那我跟朋友打賭 是不是他會修正 那朋友就斬釘之前 說不會修正 其實我也不知道 應該最後算是他贏 還是我贏 我說會修正 因為他不是修正四等獎 就是我用最常識的想法 雖然是魚蛋論 但是你斷不可能 將一二三張 拉回來的了 那唯一辦法 就是提升四等獎 是不是最容易理解 如果你要補救 是不是這樣 很合理 現在主要不滿 就是四等民的一半人 那你當然是提升四等獎 而他的選擇就是 每人拍一張三等獎 更壞 我是理解不了的 那剩下什麼 為什麼他又多了一張三等獎 重點是 我們之前用魚蛋來做簡單 就是 我不是要你給一顆魚蛋 我是要他把魚蛋摔掉 大家是這樣想的 當然事實上做不到的 其實最簡單就是 你把四等獎 改成接近三等獎 或者等於三等獎 或者是說 你拿四等獎 我和你改為 因為其實 為什麼大家都有兩個金月 就是補底兩個四等 這樣的情況下 我會變成補底一個四等 一個三等 即是希望你贏了一張四等 變成三等 他現在就是類似這樣 就是 你沒可能將三等變四等 最簡單的方便全部給三等 將四等變三等 即是你是可以每人派 即是怎樣說 其實他現在更大方過我的解決方法 你將所有只有四等的人 各派一個三等 有人說 其實這個三等 本來就應該一開始就補底三等 不是 其實這個是一開始決定了 就是每人送一個三等給你 人人有分 永不樂康 即是類似FGO那樣 六周年 每人可以自選一個故事五星 人人有分 總之各個目章就可以換一個了 不是 他是真的補底四等 因為所有人拿著十三張 那你就一定最少有兩張四等 問題就是 有設計補底機制 只要是他的補底真的補得太低了 你要修正 就應該要把補底提升 其實他也是提升了補底的 所有人都最少有一個三等 問題就是 那些已經在爽了 那些 他們還爽了 就是這個 就是令到那些 因為現在不滿的 都是那些四等民 我這些四等民 那有一部分人是強了 就算了 我有就算了 我不理人有沒有 這些比較好人 如果你是因為不平衡 所以不滿 那些 甚至有點傷口灑鹽的感覺 就是 那些海豹仔 還要因為這樣 而無緣多了自選角 就是心理不平衡 依然存在 雖然理論上 其實是相對均富了少少的 即是 我等於我們 以前和人爭貧窮線的時候 有位朋友說了一句 就是 就算你現在全香港人 派50億的話 貧窮都依然存在 那我就跟他說 其實不是的 如果全香港人每人有50億的話 那個相對貧窮 因為所謂的相對貧窮 就是不到中位數的一半 所以是可以消滅相對貧窮的 其實理論上 但是我們現在不是說社會科學 人家的感受不是社會科學 我就是不爽 我就是不爽 我沒有 你有 我有的時候你更多 我就是不爽 而對CY來講 其實你只派給四等文 一二三等文 是不會很不強的 雖然可能他們都會覺得 這樣吵一吵就有了 但是因為他們已經有了 如果我是木村的話 我就會 如果你拿了一二三等的 我派個四等給你 如果你只有四等的 我派個三等給你 搞定 我省了一半 首先我已經給現在這個方向 省了一半 雖然是虛擬道具 但是你最終都會有個隱形成本 大家可能隱性的課少做 因為你之前說過 其實我會省了一半 而且對一二三等來講 最終都是 變成一個保底兩個四等一個三等 結果都是這樣的 全部都是這樣的 那就沒得到 當然一等二等人是爽的 不過印象中好像經常送東西 其實他都送得很爽的 之前FGO營運送一顆灰石來玩 是給GPF的人 每次都拿關部來笑的 對呀 關部經常拿來笑 有人說送一顆灰石這麼便宜 那時候擺明是玩的 FGO送石你猜送得很少嗎 真的 不好意思 FGO送石送得很少的 相對關部真的送得很少 我想沒有一款遊戲 就算計算完這件事之後 沒有一款遊戲 夠膽說自己送東西送那麼多個關部 很認真 關部神經病 我經常聽到又送又送 是不是叫什麼春秋二祭 不要叫春秋二祭 總之是什麼 過年過節就送了 提示春秋二祭 因為一年幾乎固定了有兩次 總之就是 其實我就是海豹仔 但是今次變了吃得聞 就是每半年就會一次大抽獎 抽獎是說 每一天登入 座底10抽 最高100抽 機率會累積上的 後來發展成最高200抽 然後最後一天保底200抽 即是說你最差最差 在裡面那14天 你最少就會有13個10抽 再加一個200抽 你最差的狀況是這樣 但理論上是不存在的 因為你中間不斷10抽 你中間就會有一次必續 即是抽到你中為止 即是你每個10抽 10抽10抽都扔下去 如果這次不做SSR 繼續 抽到你中為止 然後最後一天的時候 還有一個抽到5次SSR為止 即是說你有個200抽 有個5次 即是它有不同的形式 不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座底就有個保底 保底一定是很豪華的 200抽 即是已經是6萬日圓 當然GAP裡面就不是給你 是這麼大方的 但是這次呢 他的保底 真的什麼都沒有 兩個金元 被黑衣 好認真的喔 其實三賞是保底差不多 是啊 聽完我這樣說之後 你是不是覺得三賞保底 那OK 即是他平時已經說 抽到有為止 5隻200抽的保底 五將必得啊 大哥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等一次突然間 我聽到你的保底 只是2個金元 你想想這個反則是多大 由奧茲同齊 變成比同行少 而為什麼呼姑娘 完全一模一樣 其實他幾乎是移植了 呼姑娘這個系統出來的 為什麼呼姑娘就沒事呢 兩件事 第一 呼姑娘裡面 你只登入小的話 你是拿不到那麼多張券 即是你的抽券會少了一折 第二 就是你真的有種大獎 是非常可見的 一兩個百分之下 那你只有一兩個百分之下 會中大獎 但是嘉壽的氣球就會順滑 他運氣好而已 不是我運氣差 你明明個分別嗎 你一半人 但問題就是 當你隨便抓一個人 都玩獎二獎 而你是兩個金元 我屌了 是啊 真的屌老母 我已經不算特別 即是你經常看到 是今次爆粗率 應該是多於平時五六倍的 但其實我覺得 我已經是不算很生氣的那種人 因為最搞的就是 我不玩 我自己看他趨勢 關輩人退 是上海趨勢 趨勢 然後關輩人去萬多個趨勢 哇 什麼事 然後我看到千塊 以佛就回到柔剿 什麼花日特神 還要先說 不是只有講字 是有人 是直接 拍片拆 直播 不是拍片 直播拆武器 即不是角色 或者壓金方 他把所有角色 全力壓成金方 用FGO講法 對 或者是全部都餵屎萊姆 等於SV的時候 全部弄成塵 然後再燒掉塵 是這樣的 即是 不能回頭 他之前 落得的所有東西 都清掉 直播這些東西 是巴哈的人 而且還要不止一個 這位人出現後 就陸續有拍片 又有拍片 直播又有直播 總之就是 不止一個人 真真正正 絕對是人退 就是之前那些 關輩人退 關輩人退 其實講了好幾次 這個測試上過幾次 不是 通常隱退 有些人就記住 純粹是不玩而已 我講一次 例如FGO有個很有名 用在禄小翅囊的玩家 叫做蔡蒂菊 他一段時間 都說FGO隱退 結果 今年六周年 FGO推出等級120上限 他立即將將小翅囊升到120 嘩 人什麼退 真是氣 算了 這種隱退 但是 即是拆武器 即是即時壓金方的話 嘩 你玩得這麼大 是真是嚇到CYGAM的 你玩得這麼盡 沒錯 你依然可以反悔 但是你的帳號 沒有得回頭 尤其是 其實比壓金方還要嚴重 因為 理論上 我無限金錢 我不知道怎麼走出來 無限金錢再抽回來 大部分情況 你都可以抽回齊 但是這裡 他壓的東西 是包括那些 要農到 農了條命回來 才可以拿回來的東西 不是說你限定抽不回來的 那麼簡單 限定他都會復刻的 他不是那麼簡單 就算是回來 你都要給多一條命出來 你不要第二條命 真是很絕 是不是一時衝動 我不知道 第一位 剛剛說巴哈那位 因為講中文 比較容易 他就說 其實他已經覺得是解脫 就是 其實 關波近一兩年 越來越覺得他 我們之前不是說 第一很大方 第二就是 遊戲的平衡都喪算 拿得也都好 但是現在就是 不斷地逼貨 他的說法就是逼貨 就是伸出的強度 越來越強 就是令你好像不得不貨 然後你這頭 將他練完練勝 就是 課了回來 打完之後 那一陣子 他又被人踢進去 Meta的外面 那你又要再練個新的角色 還要講 你不是這樣練 你要抽的 壓力越來越大 而且 他很明顯是四等文 課了那麼多 農了那麼多 練了那麼多 都只不過是等於人 好彩地 拿了一個 一等獎 或者二等獎 其實二等獎才是大獎 其實 其實感情的落差 你可以說 他是一個壓位 落陀的最後一斤 也不錯 這件事本身 是挺不爽的 但是如果這件事 發生在兩年前的話 未必會這麼嚴重的 這件事就是 如果你只是 這次抽獎 你搞你這麼快 大家不會這麼火 你去到什麼 你去到什麼 哇 你會玩到這麼大 當然會玩到這麼盡 一句言語說完 凍土三尺飛一日之汗 就是在說近年 真的太多的怒火 對 大家近年已經是 越來越不滿了 但是都繼續玩下去 這次就真的 大家有些少少 借機爆發 你說借機爆發 又好 你說六床 最後一刻做得好 那麼大家就會爆出來 最慘的是什麼 你一直以豪氣見稱 因為他的豪爽 不是豪爽 真的豪爽 他真的豪爽 派街坊派 直接派到什麼 人們可以做標準的 搞到其他人 不敢派街坊 而是孤寒 哪有人敢做標準 200抽 保底200抽 哪一個人敢 隨便派 就算是非貨的 你只靠保底 靠送他 做天井 做醫學被捕 你搞到這麼豪 突然搞成這樣 你說的天井還有一件事 還說漏了一件事 CYGAME 你之前不是說過 陸續將上限 由300抽 降到200抽 關波死都不動 這件事 也是被人吵得很厲害的 我之前說過 其他其實 你未必真的會抽到300抽 而關波 你可以不用300抽得業 是要拿去銷 你只要不是300抽 就已經是很幸運 因為他的持續太雜 變成就是 你每次都要我放9萬日 那有些 不是路 是啊 因為說送得無 也好 你都往往是要 9萬日 9萬日 對於肯貨的玩家 有些逼貨的感覺 如果 這遊戲是豪爽到 我玩SV 那時候我是無副玩家 但是 任何一個最頂級的 我不會因為 這張是傳奇卡 我不夠錢 因為它可以不用抽 它可以合成 合回來 我知道夠塵 簡單你就當成 之前說過的戒指 那些東西 把那些不要的卡 把它變成塵 然後把塵合成 任何一張卡 除了沒有閃 其實可以不用抽 如果你夠多塵 可以完全不用抽 成功 都是合回來的 我只靠它送的部分 然後再加上 抽到凸出來 是凸出來 不是頭三章 凸出來 拆出來的塵 然後把它合成我需要的 我只要的Legend 我一樣可以合出來 我是無課的狀態之下 但如果你可以去到這樣的地方 其實你送得 有多有少 我都無所謂 反正我夠 但是這裡不是 關本最大問題就是 就算送得這麼鬆手 依然是很不夠的 SV 上次我提到 SV的Legend 最高乖的那隻 是8% 你是沒有一隻遊戲 尚珠地 尚珠地 是尚珠 最高階 是有這麼高的 因為它知道 你不夠那麼高的話 那些玩家是玩不下去 你想想 同一張卡要三張 所以它又要給一個 很實打實的合成系統給你 就是不會抽卡限定 不會成 除了抽卡限定 就只有閃卡 但是閃卡是只有靚字 等於你打CS 那些SKIN 那些東西 那些不影響遊戲勝負 那些就沒所謂 拉完了 不好意思 就是它們的後統 本身就已經是令到你 就算這麼豪爽去送 都其實不夠的 對頂級玩家來說 就是 我玩公主連結 不是無課 這次我給月費 就是它有一張月卡 我只是課月卡而已 我已經可以做到 新卡出嗎? 抽不到 不幸運啊 抽到有 反正你200抽就頂了 我現在是新角色就頂了 新角色就頂了 當然不一定 每次都要頂了 不是那麼黑仔的 我純粹靠它送的那些石 我已經接近收支平衡了 這樣的話 就算你送的多 不送的不少 那我都不理會 不會因為一次半次這樣的東西 而令我覺得 它為什麼它可以一次好彩 就抵得上我成年努力 即它沒有去到那麼誇張 其實大家是 無論是錢還是時間 都會放了很多心血 你這樣一下子抵得上去 你這樣一下子抵得上去 大家 即不是那個不送的那麼簡單 已經是 差別待遇得太過分 尤其是 你知道這個SNA的傳統 就是 一定會見到有人曬卡 當然了 有些人還要特別水箭 就是在那裡笑 哎呀 四等問 即是一開始 大家還未知 嚴重性的時候 就發生了好幾個事 我身邊了 結果就是反台反到 真是絕交那隻 其實就是Facebutton Fan 有些人 這些抽卡東西 很久很久以前我們提過 現在再提牌 就是有一種人 是不會理你的抽卡紀律 他會覺得 大家都抽到那麼多 為什麼我沒有 但實際上 我問回他的抽卡 是不是真的抽得那麼差 其實不是的 即是他大約在其代值附近 低一點 高一點 很正常 然後他又覺得自己抽得很差 好像我有朋友 剛剛有FGO坑 他看那個紀律是0.8% 他說差不多 其實 實際上他的紀律 其實很多人都說 FGO實體抽卡的紀律 比他的數字要高 我說的其實不是這樣 我說的是 他的紀律 真的如他表列所計 但是他就覺得這樣 已經不算不幸了 心理問題 心理紀律 即是你覺得他低 你就低了 有時候你不能爭 我認為他就抽了很多 然後他都說 經常都有 沒有爭論也沒有那麼大 就是有得爭論 就是在說 為什麼 我不知道大家 最少在我的學年 數學課有一課是教紀律的 我不知道他是還給數學老師 還是體學老師教的 總之很多人都無視了紀律問題 就是100抽6% 那期代值就是6 很簡單而已 你抽下一次就會有6張左右 如果你有12張的話 那就算很幸運 如果你只有2張的話 那就算不幸運 如果你有5張的話 你都不可以叫做自己很不幸運 說到自己好像天煞呼聲 整個世界都針對他 是有這樣的人 這就是那個玩家賤而已 這就不關事的 是這次送東西都被人吵了 都被人搞到大炎上 你都是天才 本來是操場送給你的 送的人情不送到你 這也是大家會爭論的原因 就是有兩批人 兩批人未必就是 上等民和四等民之間的衝突 不一定的 有些四等民都是這樣說的 送的有不有 沒有就沒有 沾不沾火 本來就不是沒有封給你的 但是對四等民來說 就不是一回事 即是說一句 魚蛋論 大家勿力地地 他衝得多過我 這樣嚇他KK 就變成觀點的立場很不同 立場固然是關於你是上等民還是四等民 但是觀點都會在於是 這個是送的 當然如果他說這句的人 本身拿著一等獎二等獎的話 我覺得你是非常理直起床 可以吵他媽媽的 即是你拿著二等獎 然後說送的 你不要那麼要求那麼多 即是將心比心 你是被人諷刺那個四等民 你會不會吵他媽媽 最差被人諷刺那一下 即是他不一定是想諷刺你的 因為其實的確送的 你不可以要求那麼多 他給你就給你 不給你就都沒有理由要求他 他不是老鳳給你 這個其實理論上是正論來的 但是正正就說 因為他是正論才糟糕 黑人真 正是要黑人真 這個情況 不一定是黑人真 但是這個正論 你博不到他 即是你很難有一個很合理的地方去博他 那一刻才勞氣 跟剛剛我說的那種體感機率一樣 反過來就是 你有一個正論可以博他的 正論就是機率就放在那裡 你這個所謂的黑仔 不算真的很黑仔 但是在他眼中就是你在奉刺他 即是我已經很黑仔 你還要說我不是黑仔 實際提示 期待隻是20隻的 他實際抽了十幾隻 然後另一個位置就說 你有十幾隻就算是這樣 我只有4隻而已 期待隻20隻你只有4 那就真是很明顯地低落 很黑仔 他都覺得他在奉刺他 即是你黑仔關我的事 就會有些被他爭論出來 這是我們玩Online Game 經常會出來的 而我是經常見到 無無畏畏的一個局中 吵到要互拔的程度 很多時候都因為 這麼無聊的事情走出來 即是我覺得 真的無聊過 之前提過的那件 因為吵戰車 吵到把那些機率爆出來的那件事 我是完全理解到 為什麼他會這麼生氣 但在這裡 我是完全理解到 有多麼無謂 喂 我捍衛我的不心職業 所產生出來的戰車 即是無論你合不合法都好 我都覺得可以同情地理解 那你爭論自己是好運還是不好運 有什麼這麼好爭論 還要爭論到七情上面 爭論到絕交 是真的絕交 從此兩個就不相往來 所以 這個例子還要不止一次發生 我想大家可能身邊都聽過 這些例子 你也聽過了吧 所以 有時候 真的不要這麼豪爽 即是有些FGO有為話 有些口癢有為話 FGO不送 一年一次送幾百石給你 你不要這樣玩 這些就是風涼話 是風涼話 那我理解就是 你們刺癢至少是笑我們 FGO孤寇寒 笑我們孤寇寒 這次還不讓我笑 我理性上理解 但是 性上當然是不爽 但是 FGO在上面孤寇 不是 但我今次見FGO文的笑法是 喂 我們每個人送指定SSR 你只有兩個金月而已 笑 因為如果是送SSR的話 最少是等於關部三等獎 是啊 因為每個人自選一個故事五星 第二次送的 去年送一次 去年送一次 自選故事五星差不多就等於三等獎 這樣一個情況下 我想 最終 結論而言 其實最終 每個人是補帶三等獎 每個人都補帶三等獎 我也有個補帶三等獎 結論而言 其實依然還是多過FGO的 不過 被人笑 我想也一定 被人笑 又拆車 又拆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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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 對關部人來說 這是其中一個很不爽的地方 另一個很不爽的地方就是 我已經很不爽的了 還要被牧村這樣 傷口上面灑多鹽 尤其是如果你不滿意這個補償的話 我還要被人傷口灑鹽 你這幫小子還在笑咬我們? 那一刻我完全理解了 那些人為何會神經神經常斷了 你這個神經神經常斷了 你才會這樣做 就算作為一個海炮 我也理解不了為何會有人捨得去拆掉他的武器 真的崩佩被人笑得崩佩 他們拆掉那些L舞 我想說 先生 你每一把L舞都不是我可以觸及的領位來的 就是我這些海炮仔 正是艾媽金寶那時才打的海炮仔 他一把武器就頂得上我整個帽子了 我看他一把把把拆掉 就是那個 那種痛法 就是 按不開 你想想要多絕望才可以做這些事情 難怪CYGameCard被人侮辱 是啊 因為做得這些東西的人 絕對是重貨仔 不是重貨 貨完肝再要貨命你才會有這樣的帽子 當然他不是最最最頂級的那個 但是你不是貨乾再貨命 是重貨那隻 你都不會做到這個地步 那立刻知道 大人了 雖然先說 CYGame向來只要嚴上都會貴 其實CYGame從來沒有試過不貴 是一定會貴的 只要嚴上到 大概基準就是 上得一些遊戲新聞 CYGame就會貴 包括之前後女事件 後女事件主任帶單 上了社會談 上了報紙新聞 之前幾次 譬如紡織那些都試過 他平時已經很豪爽了 又不是自己的新外物 他都配合 賺得回來 不是賺得回來 他只是按幾個鈴 按幾個按鈕 又不需要他真的押出來 那你們就心願勝負了 你肯繼續玩我才會有錢 你去世人的話 所以現在不是說 這班傢伙現在又有一個 嚇到兩件事 就是你這樣拆武器 嘩 你去到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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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賠給你 你去到禁 我贏不到你 你不是說 不斷吵吵吵吵 嘩 一口二又三上吊 你不想休息 你手手手斬給我 你上吊的那一刻 你上吊的那一刻 都是假扮上吊的 你不是真的上吊的 你真的吊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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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唐伯虎吊吵吵吵那一隻 都是狗羈一起上吊 很難撞軍 為何唐伯虎這樣 知道他們假扮的 就是真圍嗎 嘩 誇誇 這麼誇張嗎 他真的 他真的被拆給你 不能回頭 所以才怪他小腳軟 哎 對 用它差開一點 社会科学里面有一本书很出名的 叫做离开忠诚抗议 就是说当面对一个暴政可能是不满 可能是一个系统 不一定是社会的 你是有三个选择 一你就是忠诚 对这个地方忠诚然后继续挨下去 二就是再去抗议 三就是离开 不一定是我们说的移民 当然大家知道香港很多人移民 我的移民饭吃两道 现在盼力不满 你有三种选择 一逸来信寿 忍了他 二抗议 吊老母 吊姓 三离开 而三者里面离开对一个系统是最大伤害 都是最大抗议 但是对本人来说当然是 假设你回不了 对当拳者或者对决策者来说 这是一个最伤的行为 你勾了一件游戏就回不了 当然如果你大抗大陆 并离开他会快点注意到 但是如果你是静静地离开 那你时候一定会统计到的 我之前说过的 CYGAME是很留意着他的数据 他一定知道人少了多少 他立刻就会知道 就算你没那么多大抗大陆也好 他会知道人离开了 等于我们香港政府不认不认 都抽了10万人而已 你就知道他是少的人 不过香港政府不忽认 但他心里都知道是少了人 但CYGAME就知道 糟糕少了有人 那他要立刻补救 他懂得立刻去补救 那补不补到呢 我普遍来说 都觉得金单是补到的 但是那些长期不满 其实依然存在的 就是那些迫货 轮胎太快 那类东西 其实依然是存在的 不过我只能说 CYGAME你下次就省水少少 第一你保底设高少少 第二你的大奖设低少少 就算要赔 你就不要赔全部人 我真的想不到 我竟然有时候可以教CYGAME 怎样去混 老实实 我一直都很佩服CYGAME 不 这个不是混 debt 这个是公关问题 这个是关公问题 这个不是营兵问题 这个不是营兵问题 而是关公问题 是营兵问题 我觉得是营兵问题 出了市之后 当然是关公问题 但是出市前 现在的公关是整个 不用我教你怎样做活动 你是那些 你是专家 你只是职业 你是专业 大佬 你们是专家 你还是计算文明的专家 所以这是 你说是否里面的人走柔了 是不是之前很懂得计算的那些走掉了呢? 不懂的 旁边的平衡那么差的设定 是不是有人走掉了呢? 因为不知道 大家只知道牧村还在 但是牧村不是每一件事 巨细牧羽都是他决定的嘛 他只是决定大方向而已嘛 所以就... 那就... 既然说完我们之前说过抽蛋 那些运气相关 现在突然弹出了什么 就提了一提 当成一个奥马基地弹出来了 暂时啦 算是平息了 虽然组组仍然是有人不满 就是你送的太公平 都是有人不满的 但是就没什么 虽然啦 刚刚说完 那无论你是抽用多少个奥 大家都送了很多东西的嘛 而且之前他其实都送了不少东西的 那其实为什么我上升为四等文 我都没那么误据呢? 我之前他抽的时候 就是给券你的时候 还有个每天十年抽的 然后每天十年抽之后 还有一个锤铁给道具 我只是靠一件 我已经带了九千尺 中了三次三千尺 所以我就 我是四等文 但是四等文之中 都应该算是比较好彩的四等文 所以 都不算好 其实很火 你看我不停操一滑一滑一飞 不算是什么 不算是什么 我作为一个 挥石少了这么多年的 FGO玩的食花生 我应该说这样 不是纯粹我什么立场就是什么 跟着现在新出 换池 前几天 换池出泳装 那些人就在那里 全部都在那里增香了 当然咒了的人 都是不会回来的 不过就之前吵的那些人 就立刻开始 在那里抽 但是抽全 都是有很多人吵的 太明显地 有一堆重货玩家 是不足6% 一个半个是不幸 十个八个 都可以说是统计偏差 但是非常之多的重货玩家 出来表示 它们是不足4% 6%的机率 但是它们通常是整了 直接整了 不用看了 整了300抽 都不足12只 甚至不足10只 都有不少存在 那些人之前提过CY 按低重货的机率 怡魂又再浮了一面 有少少余波 但是这些东西 没有证据 就没办法去讲 但是 你知道吗? 辣完人 又喝完人 然后又再辣他人 就是... 哎... 我不知道 它一直都有这样的设定 但是 据说 刚刚说巴克的游子已经说了 它是长期不足6%的 一次半次就说了 是长期不足的 我记得我就是 差不多是6% 我就没有的 甚至有时候是超过6% 可能是它不足的部分 有一部分在我里 真的不出奇 不是说笑 不是个人话 我们之前说过了 它有机会真的 轻货无货 海炮仔 加高机率 它真的有这样的质证 有这样的质证存在 不过就没有人证实了 有这样的质证存在 好了 那今个星期 就终于讲一大花生了 顺便讲一下 几率啦 那些东西 老老实实啦 CYGAME自己本身 相关几率的 出了这么多事 都未有一次 咬得那么大 还要它不是因为孤狠寒 即是那一刻才恐怖 送东西给人家 都被人吵了 奇闻 好了 那今个星期到此为止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